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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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嘿 大家好 我是美食隊千千 我們今天呢 不用多說 就知道我們又要來開箱手了了吧 我們的吃到飽系列 而且呢 從我們拍第一集相信的時候 就非常多人喊說 什麼時候要開市集 這不就來了嗎 其實滿多人說 它的下午茶時段是非常超值 非常值得來吃的 但是因為我之前開箱吃到飽 都是吃晚餐時段 所以我們就依序延續下來 今天就是來開箱晚餐時段 究竟吃起來感覺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GO 不愧是以日式料理為主的 我們現在呢 才開始我們的第一類是巧奇 就是全部都是壽司 品項就超級多 好 那首先呢 我們一定要先來吃手捲 因為手捲的海苔是有效益性的 所以我們先來吃哪一個呢 我跟你講先來從 長得像最樸素的先開始吃起 這個是櫻花蝦手捲 裡面沒有飯 這點我覺得非常的加分 吃起來有點那個 小時候在吃那個米飯配粥 加的那一種海苔肉鬆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比較還好 鮪魚手捲 他們家的飯真的飯很少耶 我覺得這點超級加分的 而且它的鮪魚吃起來還滿挺的 這個是鮭魚卵 而且它裡面還有鮭魚筷在裡面 咬到一點筋 不算很油那種鮭魚 不過它的那個鮭魚卵的口感 跟它的鹹度還滿剛好的 這樣一整桌在日式料理店 如果是這樣點 感覺已經快要1000塊了耶 其實滿划算的耶 還沒開始吃就覺得 欸好像滿划算的 這個是明太子 你看它的飯量都只有一點點 這個是很多人說來 一定要狂暴吃的 其實都是一個超級熱門的品香 我覺得干貝的口感還滿好耶 還是很正常 有一點點車感 但是干貝的口感很嫩 而且味道鮮味也很夠 有點不錯耶 難怪那個是熱門品香 好 接下來我們來吃自食 怎麼辦 怎麼辦啊 太多可以選了 我覺得它自食上去有點神奇耶 還有我後面的人點了三個 全部都是點和牛 我想說這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怎麼會這麼熱門 然後滿好吃的 它的至少呢 和牛都可以拿 鱔魚鰭可以拿 好的很剛好一入口 那個整個就化掉了 三倍五對我來說口味有點重 我覺得比較還好 但我覺得絲魚也可以拿 因為油脂跟香氣很夠 調味油不會調太重 我跟你講這三個要拿 難怪剛剛那三個全部都拿和牛 就是因為它不會是以日式料理為主的 所以它其實觸犯的酸度 我都覺得還滿剛好的 然後這個是散壽司 這散壽司就是一整片製造生魚片 放在上面 上面還有這個魚子醬 看起來很雞花 這個還不錯 而且那個魚啊 是那種清甜清甜 它如果上面那個粉啊 再撒少一點就好了 魚肉的優質還滿剛好的 它脂菜捲滿好吃的 不能這樣脂菜捲 我現在吃太多韓式了 它肉酥是那種香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它倒的酥是滿好吃的耶 你看它的皮有多薄 可是它上面的料真的太多了 很複雜 大家拿單純的就好 不要跟我一樣看著華麗的外表 我就夾它了 我覺得大家看我這一集 會獲得到很多知識 本身就是對日料真的很有了解的 這是蟹 這看起來很棒 但是直接幫你補好的 我先給它100分 但是吃要小心因為你沒有剋 再來這個 有豆腐跟蟹 它很濃稠 它有點像巴斯克蛋糕 它跟你想要弄的豆腐嫩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雞土鮑魚 鹹度還滿剛好的 而且它鮑魚的口感 微Q帶一點點脆 其實算還不錯 這一區巧崎崎呢 我個人推薦大家炙燒要拿 然後炙燒和牛 施魚 蝶魚崎邊 這三個我覺得完全是可以多拿幾個的 我覺得很有可以多拿 雖然只有薄薄一層 你看起來就是很少 可是因為它的油整個有包住那個飯 我覺得很棒 手捲的話拿干貝那個就好了 因為雖然說它裡面的排檔我覺得比較還好 可是因為它的干貝是肥肥的 然後是生食級的干貝 它吃起來很嫩 然後甜度我覺得也很好 下一個 我們現在來到深圳區 很明顯呢 其實最受歡迎的 最多人拿的就是雪長蟹 但我只有拿一隻 抱歉因為本人真的是 我現在覺得這真的太難了 所以我就熱拿一個 我們試試它的味道 它們的現流的 很多是從說日本抓的 然後還有那個 當天現抓回來的 所以我今天是滿期待它的生魚片的 先來吃鮪魚 我跟大家說夾生魚片的技巧就是 如果很明顯那個白色很粗的那種 你就不要夾它好不好 我就夾中間看起來切得很漂亮的 請幫我剛剛的秘訣學學啊 而且它的鮪魚甜度剛剛好 它這個部位還是有一點點帶那種 爽味再配上鮮味合在一起剛剛好 我覺得滿好吃的 這個也是鮪 另外一種鮪 為什麼旁邊看起來特別好吃 瞬間眼睛沒有辦法 哇 這鮪魚看起來很肥耶這個 這感覺的鮪魚要沾多一點 我其實很喜歡吃鮪魚 但後來隨著年齡見長 對於比較油脂比較多的生魚片 就有點害怕 可是我挑的這個啊 而且還油脂香很夠 然後入口的時候 鮮味跟甜味合在一起 我覺得爽度很高 我真的很會選耶 清乾 嗯 它吃起來也不錯耶 它是那種細緻清甜的那種味道 而且它魚肉本身的口感還滿細的 然後這個是七星宅 我說回剛剛那個 我很會選沒有筋的地方好不好 先來吃這個 白盤很漂亮的這一些 由於它擋得太華麗了 所以以至於我剛剛拿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拿了哪一些 我覺得這樣默默正在那裡 是我應該每個口味都拿了吧 然後服務生人很好 就說你還差了這個 我就啊 謝謝 欸 他們很會做日式小點耶 小點心 雞煮的 好大 還不錯耶 這些小碟啊 除了筆木魚跟和牛我覺得比較還好之外 其他我覺得有興趣可以拿 牡蠣的這一個啊 我覺得它的鹹味跟調味其實還OK 接下來就是這個了 欸 你知道大家這一區 這兩盤的東西夾得有多多嗎 我沒有 我就是很客氣的夾超少 這種Q類的也是我個人比較偏台怕的那種 你看這個可愛的小樟魚啊 你看五味醬的調味 對 我跟你講我這三年來小數吃蘿肉跟章魚的經驗 都在吃到飽裡面的 蟹類的品項滿多的耶 先吃麵包蟹這個 我挑了一個 我覺得它裡面的蟹黃超多的 你看這個 哇 有沒有… 看起來是不是 裡面有多多 慢慢的給沾一下 哎呀 怎麼有一種老人的那種 它比較不是我喜歡的味道 它是乾乾香香 鮮味很夠 但是我覺得已經有點到鹹的那種感覺了 鮮蟹我覺得正常耶 有鮮味但是沒有到非常重 有彈的…有彈過去嗎 我覺得那種很會吃螃蟹的 真的都超厲害的 我真的是苦手耶 好…我至少成功的 一個蟹餃有沒有… 花蟹 一直把它的料彈出去 好 花蟹的味道也比較香 好 再來是雪蟹餃 這個超多人拿的耶 而且大家都拿得很誇張 我好像看到有人是 直接拿一盤堆超高的 有點像什麼 手術你知道 有了 成功的 它出來了 像這樣子 火美版 把它沾一點 好 換這個 好 問來生白蝦 蝦子不夠 扎實又帶一點點 脆甜度也很夠 大家都主攻它的蟹 蝦子就比較沒有人拿 這邊其實整理而言 我比較喜歡它的生魚片耶 我剛剛吃到的有一些像 清肝鮪魚 不過就是要特別挑一下 鮮度都很夠 該清甜的有清甜 該油脂夠 香的也有又香 其他的話其實我覺得像雞組 比目魚跟牛肉比較還好之外 其他那種小組我也覺得 口味上其實還不錯 所以大家可以吃一下 蟹類的話其實是很多人啊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口感比較偏粉一點點 所以我就比較沒有那麼的腫 好 我們繼續下一個 下一個類別是 合養 合養 糟啊 今天這餐就使用 玉山UNICA 一卡底多卡 精選100家特店 11住行娛樂 通通都有 新用戶最高可以想5%回饋 每個月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做三個不同方案的切換 我最常使用的是任意選 可以選8家回饋 再加上新用戶最高共有4%回饋 不管是用Full Panda點餐 去區人士買生活用品 或是用LiPay買飲料 都在UNICA回饋範圍超方便 而且它是任列每個月最後一天 你選的方案做整個月的回饋 你可以先刷卡 月底再慢慢看說 我究竟要哪一個方案 超貼心 消費回饋為玉山EPoint 1點等於1元 可折抵消費 也可兌換多元商品 輕鬆選擇回饋方案 心戶友善 最高5%回饋 跟我一樣精打細算的 就可以試試看玉山UNICA 這一餐就是使用它刷了 但是呢它滿特別 它這還有一些 有點那種日式的那種感覺的一些小點心 好不然我現在吃哪一個呢 現在吃這個好了 鱈魚 看起來 肉非常的細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非常的滑嫩 鬆開在你的嘴巴裡面 然後都是魚肉的香味 很棒耶 再來就是干貝了 這好像比我剛剛在前面拿的干貝手捲的干貝 看起來稍微想喝一點點 乾雞也滿好吃的 很嫩 這一個那個小窗台還有四樣 我覺得除了肉之外 其他的我都覺得都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這個豬肋排 好接下來就是這個牛排 非常的大一塊 而且我總覺得它好像有特別給我比較厚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意外其實算汁不錯了耶 紫燒區的話我個人喜歡它的魚跟蝦子 然後跟干貝 然後其他我覺得就中規中規也正常 下一區 我現在拿了兩個 一個是運製區 一個是和洋區 這邊呢是運製區 然後這兩盤加手捲是和洋區 另外呢我剛剛還要去飲料那邊看了一下 欸 飲料那邊很多調酒 清酒 喔 還有現蔥咖啡 比如說各種飲料 但是呢 因為本人是認真在開箱好不好 我們就是拿一杯殼壁吃喝一下就好 我剛剛看到很多 很想點 但是不行 我們冷住好不好 喔 妳在 妳在殼壁是很甜耶 然後我先來吃手捲 因為手捲要蹭燙燙燙 這是炸蝦手捲 你看這個手捲 看起來出來很棒 我覺得他們手捲真的是 應該要給它大力鼓掌 因為量很少 炸蝦手捲真的可以了 裡面的蝦很Q彈 輕輕的蝦子的鮮甜味 外面的酥皮呢 又不會刮嘴巴 還帶一點點甜感 配著海苔剛剛好 這是軟殼蟹 還有點雞花 也可以呢 它軟殼殼很好吃耶 酥脆度剛剛好 鮮度也非常夠 也不會到過鮮 這兩個手捲都可以拿 我們就炸蝦 還是要先給它來一下吧 我目前到現在 我覺得他們的蝦 我都滿喜歡的 有沒有 很好吃耶 它的蝦 上面的粉裹得很薄 咬起來有點酥脆感 又不會刮嘴巴 蝦子的肉 整隻軟嫩鮮甜度也剛剛好 這個 這炸蝦我應該可以吃10隻喔 好 我們來換這隻沙蝦 這隻想想也有 來 我們來吃一下 好酷耶 它外面的那個麵皮 酥脆度薄度剛剛好 咬下去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很硬 而且它其實配蝦子本身 你也不會去影響到蝦子的口感 我約會不要吃它 因為會一直掉 但我目前吃下來 我覺得如果你有小孩 帶他去想想 如果年輕人來吃就來這裡 這個炸的小鮑魚 上面還有一些狗咪湯 這看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長得硬喔 不會硬耶 Q度剛好 軟Q軟Q的 它上面加的那個米香啊 其實香氣還滿夠的 嘴巴裡面的口感很多層次之外 香味也很多層次 這個香菇看起來非常的厚 我真的不知道裡面帶了什麼東西 你看這個 裡面有蝦薑 我對它的蝦薑比較還好 可是說真的我覺得它香菇炸得很好耶 因為香菇很容易提起跟殼是脫離的 可是我覺得它扒得剛剛好 要不要吃地瓜 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是貼母店的關係 感覺我今天吃得比較沒有那麼趕 好像滿好的耶 就好像它皮 就感覺像在吃五香乖乖 感覺我今天有機會 吃到最後很悠閒的坐在這個位置上 抵一盤炸蝦 邊吃邊聊天耶 然後這個一顆也不知道是什麼 嗯 它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牛磅 這大牛磅的調味很好吃耶 它很吃它現炸出來的樣子喔 但牛磅好好吃 但好硬 但調味好好吃 好複雜的件事情喔 怎麼辦 這個我就知道是什麼了 青椒 小心的最愛 牛磅的調味真的好好吃喔 它那個調味有點神經病 有點甜甜鹹鹹的 我想把它整包帶回去看電視吃喔 這好像可以攻擊人 大家如果有點可樂必吃 看一下多點一杯水 會不會多拿一個檸檬水 合在一起甜度比較剛好 這滿香的耶 肉跟洋蔥的比例剛好 所以洋蔥你不會覺得很乾 然後香氣也非常十足 而且這個炸皮剛好 這不是重播 它可樂餅也很好吃耶 香氣很濃 裡面那個馬鈴芙泥 泥得很滑 很嫩 好好吃 這不是重播 甜蝦 這個滿好吃的 而且它有點芥末的味道 好 我們先來吃牛舌好了 薄切的牛舌 烤去我個人就是很喜歡夾這種蔬菜的耶 櫛瓜很好吃耶 那個牙去嘴巴汁就炸開 芹包菇 芹包菇也很棒 汁很多 它的櫛瓜是居酒屋的水準喔 這是大腸 滿臭的耶 臭得剛剛好 還不錯 不認真 大腸該有的味道有 然後不會臭 烤到非常脆 烤很像是吃餅乾 因為我非常討厭大腸不入味 我來配下我的抹茶烤蕾 很突兀 但是沒有關係 不錯 有一種星巴克感 很棒 羊排 我們這個剛從牛舌回來吃了一堆羊的人 來感受一下這個羊 看它燒不燥 沒有到很燒 味道是這樣的淡淡的那種羊肉的味道 溫柔羊 我覺得大家應該現在都在進攻甜點區了 換了一杯葡萄可爾比斯 還是很甜 這是雞肉 手魚很嫩耶 有汁耶 而且它的調味不無聊 海鹽 然後跟外面有把皮烤出那個油的香味 而且手魚是居酒屋水準 鰻魚 來 我們香魚 它是沒有蛋的香魚耶 我覺得它香魚烤得滿好吃的耶 還滿香的 裡面的肉也是嫩的 目前這兩區吃起來 櫛瓜 手魚圈 大腸 炸蝦兩款都可以拿 炸蝦的手捲跟軟殼蟹的手捲這兩個也要拿 和牛可樂餅跟正常的可樂餅 這兩個也一定要拿 我覺得很香很好吃 接下來就是汁煮跟巡吹的部分 汁煮就是這兩個跟這個 然後巡吹的話就是這三個 茶碗蒸跟土瓶蒸 你看這個蛤蜊看起來超肥耶 有沒有整個 那個肚子看起來超飽滿的 哇 這蛤蜊很鮮 請留味喝一下這個蛤蜊湯 這蛤蜊我給它100分 我試一下這個味噌 帝王蟹味噌 等一下它這個裡面還有肉耶 嗯 欸它的湯都滿好喝的耶 它的蟹餃咬起來的嫩度跟飽和度是滿高的 我們先素素的 因為我們現在呢快來不及了 剛剛前面是誰說今天好像比較從容喔 可是我今天吃得比較沒有那麼感 很悠閒的抓住的味道 然後這是它的蟹 圓圓不絕的蟹 這樣滿好吃的耶 它的蒜味很香 有一點粉感 但是我覺得算是還不錯 感覺我一一在解鎖很多間吃到飽 自從拍了這系列之後呢 我就開始感受到台灣的吃到飽真的不一樣 現在居然用餐都可以三個半小時 接下來來到我們的茶碗蒸 看起來小小的都非常的可愛 茶碗蒸三個其實我覺得 看你喜歡吃什麼口味就拿什麼 因為它三個的變化不大 它就是多了松露味 多了帝王蟹的味道 接下來就是土瓶蒸 吃完了 然後土瓶蒸個人其實對它比較難評價 原因是因為我從以前到現在對土瓶蒸就比較還好 所以我很難跟大家說覺得如何 但是我覺得這一區整體而言 很推大家一定要喝一下這個蛤蜊湯好不好 這蛤蜊湯真的很鮮很香 蝦子還不錯 茶碗蒸我覺得整體味道就是可拿可不拿 味道還OK而且蛋還滿滑嫩的 進到我們的下一區 接下來就進到我們的最後最後這個陳甘區甜點區 然後它其實還有一些冰淇淋 我們又吃到人家快要結束了 我本來前面還在很輕鬆的講說 我覺得今天好像吃得比較輕鬆 就是那個時間點抓得比較好的 結果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現在甜點也是最後採線的時間 它除了他們自己原有的冰之外呢 他們還有跟那個全維加的聯名 我們先來吃這個好了 因為感覺它等一下很快就會融化了 全維加這個冰看起來很讚 上面有放一些米香 哇 這個 這個冰很好吃 它的培茶很濃 很香 甜度也剛好 哇 它下面好料 欸 它下面那個蛋糕有點像提拉米蘇中間那一層 吸飽那個湯汁 下面還有餅乾還有一些茶凍蛋糕合在一起 我覺得吃起來的口感上就還滿多層次了 我們接下來就來吃甜點了 先來吃這個人形燒好了 我拿的是卡斯達醬口味的 我就是 雞蛋糕 這感覺我那個春維加冰淇淋不應該吃完 我應該這樣沾 就會很好吃 大飲釀蛋糕 有清酒的那個酒魄的香味 這個是萊姆葡萄酥餅 這有點像那個 味道比較沒有那麼重的六角亭 這個可以拿 還不錯 滿香的 可可巧克力蛋糕 滿濃的 滿香的 這個滿好吃的耶 濃郁感度來說剛剛好 甜度也是 我比較喜歡上一個 但其實怕它生巧克力感覺可以配冰一起吃 還要放在那裡 製作用的 蔡茶桶口燒 這個看起來很可愛 可麗餅的我知道 可麗餅 可麗餅的我知道 我覺得還唸錯了 我覺得算幾個啦 算OK 我剛說有人說它的可麗餅烤得很硬 可是我覺得這個還好 油味的比較好吃 大家 它長得很像櫻花 嗯 好酸 吃完了我們的甜點區 甜點區我個人滿喜歡 他們跟全惟家聯名的 東方美人鐵觀音培茶那個冰淇淋 因為我覺得口感還滿多層次 因為它上面其實還滿多料的 所以你咬起來的時候口感還滿豐富的 其他的話 我覺得整體上都正常 它甜點這一區還有Gelato可以選 但因為他們已經在熟了 我們就沒有吃到它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好吃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推薦給大家 整體而言我覺得甜點就是 賠償冰淇淋我覺得不錯 我們今天終於吃完很多人推薦的 續集的吃到飽了 我覺得整體而言以一個人 平日玩像1690加一成服務費 生魚片類 就海鮮類的選擇真的很多 這邊的話就是真的就是以日本料理為主 所以它日式料理跟包含甜點 也都是這種氛圍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喜歡吃日本料理的人 我覺得來這邊吃的話 你應該會還滿滿意的 然後海鮮類的話 我比較喜歡它的剩餘片跟炙燒 跟它的干貝那一類的 我覺得都還滿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來 可以足攻自己跟包夾 你喜歡吃日料 你就是來吃續集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有要帶小孩子 一起來聚餐的話 我可能我比較推薦你想想 所以就看取決於你個人比較喜歡吃 哪一款類型的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想看我開箱的吃到飽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希望我下次可以好好的再精準抓一下 我吃到飽的時間 我覺得全品項真的 好難好難 好啦 就先這樣 大家掰掰 跟我一樣愛吃愛逛的朋友 記得趕快去辦玉山UNICAL 剛剛這個香味一直在攻擊 對啊 真的 我的村莊也被攻擊了 有彈了 有彈過去嗎 一直把它的料彈出去